老師很早就要邀約嗎 大概幾個月前 他一定要奉出時間給我減肥 你就把這個Sandy啊 你也不在奉嗎 其實我覺得 有點蠻活住牙齦的 他很敏感 他非常敏感 因為他之前約我減肥 我說減 然後後來他發現我居然不吃了 他就說 你怎麼消息 好厲害 後來大概上個月 上個月不是走漏消息嗎 對 然後那個 他就說我只要猜到 他一點都不意外 所以你看 但聰明的人不會破 就是 就是 寶玉姐第一次接到邀約的時候 親戚怎麼樣 因為你有沒有接過其他很多大獎 金鐘是不是親戚怎麼樣 就 不要 不要 因為金鐘又比其他的頒獎更類似 因為他要看的東西時間又更多 因為每個戲都是十幾集起票 然後像我最近在看的是二十四集 所以光那個時間花下去 真的是不得了 你不想看嗎 我盡量看 我會盡量看 我會盡量看 然後可是今年我覺得不錯 我又覺得很餓晚 是因為 大家都可以意識到 今年的金鐘 真的不一樣 不只是因為分兩天 而是因為今年金鐘 尤其是戲劇類 那個能量 就是有點像是 之前都那個很久 所以我今年總是要整個大爆發那種感覺 我很想趕上 其實我覺得綜藝也是 綜藝也很不一樣 大家有沒有覺得節目類型都不一樣 對不對 多了很多事情 對不對 然後像全明星運動會這樣的節目 然後外景節目 就是大家就更拚命了 然後其實更好看得多遠 他更拚命好 我們主持人又更累 對 真的是 如果是你先講 在練 你的興奮度應該 稍微能練最高 我聽你第一次 還是這麼快就 興奮度嗎 你確定 驚嚇度其實也 你確認了嗎 你確認了 其實真的嗎 你們在想什麼 那為什麼會答應的 自己生涯的突破啊 我後來也發現 我覺得我答應了 然後過了兩個禮拜 再怎樣 才知道我答應了一個什麼呀 本來只是很high嘛 就說好啊好啊 當然好 謝謝你們 然後再過兩個禮拜 後怕 我連頒個獎都會大詞了 跟別人說大主持人 我真的很緊張啊 對 後來我知道有成哥 我就覺得太好了太好了 所以我先把自己說很小 定位為神秀 然後能有吧 他沒有我就盡量發揮 我OK 是很早就要邀約嗎 大概幾個月前 他一定要封出時間給我減肥嗎 就反正你啊 其實我覺得 有點蠻活著啞的 他很敏感 他非常敏感 因為 他之前約我減肥 我都不減 然後後來他發現我居然不吃了 他就說 有鬼喔 好厲害 放假 他就一直在 然後我就很心虛 然後 為什麼我不說 這不是懷孕你太麻煩了 馬上就太麻煩了 不是我們要保密啊 我不能講是吧 三個月以後才可以 三個月才可以 三個月才可以 你還接這個 三個月你也說得出口 後來大概上個禮 上個月不是走漏消息嗎 然後那個 他就說我早就猜到了 他一點都不意外 所以 那聰明的人不會破 就是 很高興 會導致你 有誠哥不是也說很多了嗎 沒有很多 有誠哥不是也說很多了嗎 沒有很多 誠哥都是你啦 我跟你講 你沒有我的肥文 今天話題有很多元 有誠哥 有誠哥 這也太犧牲了吧 這也太犧牲了吧 他穿著只有他結婚的人 他到底我們不得了 不行不行 有不脫 對 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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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減肥好 還是減肥 安全吧 所以你吵得要幾公斤 三個禮拜 對不對 還有三個禮拜 對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一公斤的話 就可以降到八十八 哇 八十七 八十八八十七的話 我覺得那就很好看了 所以現在是 現在就九十啊 九十九十一 一百才好 其實多點的話就不行 現在要hold這個 讓自己的狀態好一點 其實不要有水腫 然後體力上面 因為要趕在七點開始 十點結束 所以其實我們在大概 其實有三四段數要特別 其實主持在這部分 大概三四段 現在幾下的全部都給給頒獎人 對 差不多是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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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